我出生在北京一个 这一张照片就引起我们这么多的回忆 这么多的话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翻开李京老师的相册 看看他那些照片背后的故事 李老师啊 这放的都是您家的相册 对 这个我们可看了 您随便 我们可看了 这谁呀 这谁呀 李老师这谁呀 这不是我们家的 是吧 特别有年代感 是 那个时候 你都用这样的相册 对 小的时候学习好吧 肯定要 因为我看到有一张照片 我看 这个有一个细节 肩膀搁两个儿 知道什么意思吗 中队长 行 他们都知道 行 你们还知道 带这个就证明什么 最起码学习得好 我们那阵选这个 什么中队委 大队委 表面说各方面都得看 但其实主要老师 就得先看一头 学习得好 学习 学习不好 不让你当这中队委 没错 而且这个分委员和长 对不对 委员和长还不一样 对 您是长还是委员 长啊 您是长啊 长啊 就是中队长 中队长 那应该说在班里 就属于是最优秀的学生了 唐不上最优秀 因为小时候 学习不能太次了 然后还得有一些组织能力 老师才让当这个 也不是说我们班 我学习最好 但是应该小学里边来说 还是名列前茅 我还看到两张照片 这两张有意思 这个 这怎么放在这相册里了 这邻居家小姑娘啊 这都伴上的这个 你看 这都是您吗 这都是我 这什么情况 这为什么要照这两张相啊 我小时候爱照相 因为我们家楼下 就是一个照相馆 我们家住三层 小的时候 比如一哭一闹啊 家长的办法 就是给抱到楼下去 照个相 还有这方呢 照相就好了 就乐了 因为照相得让人乐着嘛 后来大一点了 家里边那个楼底 那照相馆就满足不了了 就看人家有照那种 细装照的 你走到那个大师烂啊 前门一带 那个有比较大的照相馆 人家陈列着那些照片 有照那个月云的呀 拿着俩大锤的 有照这个陆文龙的呀 我就喜欢那个 我就说跟我母亲说 咱照这个去 后来到里边一打听了 没有这么小的孩子 穿的那行头 那都得十几岁以上的 只有那年几岁 只有这个 但是呢 这个还 你看那底下吧 露着一个靴子 但是呢 我实际上是踩着一个纸箱子 这有一个箱子 被露出来了 对 这还踩着箱子呢 有一个踩在箱子上 然后呢 把那个靴子摆在外面 摆那上 好像是这一条腿 好像是穿着呢 实际上这个 你想这比例 也没有我这么大的行头 而且呢 人家不给照 那年好像也就六岁左右 六岁多 人家说这个 这个勒头贴片子 这么点小孩受不了 原来有孩子来照顾 连哭带闹 根本就没法进行 后来我母亲说 您给他试试 我就在那安安静静的 人家给化完妆 照了这两张线 当时您知道 这个是戏装吗 知道啊 知道 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就对咱们这传统的戏曲 就有一种天然的喜爱 对 主要是喜欢取艺 那您是家里面 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 您是 没有做这个的 家里面都没有跟这行 IBR的 对 家里面只有两盘磁带 也不知道是谁买回去的 就是相声磁带 有一盘是 侯宝林先生的 对口相声 集当中的一盘 还有一盘是 刘宝瑞先生的 单口相声 珍珠葵的白鱼汤 那背面呢 是郭全宝先生的 一个翻唱小段 也是单口 我就听这两盘袋子 自己喜欢上的 喜欢上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那